看菜式飯 Margaret師傅,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很失望 你不要亂說話 待會被觀眾誤會我 其實是這樣的,Margaret師傅 因為天佑一心就留定土 所以吃好東西 怎料她看著菜料 貶著嘴說不夠多肉 這樣也說不夠多 吃這麼多肉做事, 要瘦嗎 對…Margaret師傅… 搞吧 不要惹氣… 你多做點好的食物, 天佑最高興 對, 放在那裡就笑 沒錯… 吃完這個包, 你說好吃 因為今天我們會做一個 意大利式的火腿芝士可麗餅 很好… 對 有什麼材料呢 說明火腿芝士 這是有做餡料的 其實我們可以買一些 已經熟了的火腿就可以了 而且待會我們還會做白汁 放在表面上 是 好嗎 這個我可以首先把它切成絲條 方便待會我可以放在可麗餅上 其實你們知道甚麼是可麗餅嗎 不知道… 不知道甚麼是可麗餅 很薄的 對, 沒錯 像日本吃的… 沒錯, 你覺得非常適合 都很成功的 對 對, 沒錯… 通常提起可麗餅 通常都要想起甜食 因為通常是包雪糕、水果或忌廉 但今天我們會做一個鹹 因為可麗餅是鹹甜也可以的 要用什麼芝士呢 我今天用這副熟火腿 芝士方面你隨便喜歡用什麼都可以 我今天用了一些 用來做薄餅的摩斯莉拉 對, 如果焗起來 就可以有拉絲的感覺 溶化 先當肉吃著吧 好嗎? 好, 除了餡料之外 我已經說了, 會有一個白汁 而且想要好吃一點 今天我會放蘑菇 好嗎? 鮮蘑菇 新鮮蘑菇 我可以先把它切成粒粒 雖然我說要切粒粒 也不用切得太細 因為始終蘑菇縮得很厲害 記得沒什麼必要 就不用特別浸水去洗 否則它吸收完水 待會你煮的時候 需要的時間會花長很多 好嗎? 我想它再香一點 所以我鹽的白菌也不夠 所以我這裡有些牛肝菌 味道比較濃 這個比較濃 而且很多時候意大利菜 都很喜歡用這個牛肝菌 因為意大利是盛產牛肝菌 另外我想再豐富一點 還有這個番茄乾 我想稍後更容易放進我的可麗餅 我又把它切一切 好, 食材就切完了 接著就可以做可麗餅 好, 這裡有什麼材料呢? 好, 當然, 麵粉 這些是多用途的中筋麵粉所謂 中筋 對, 這裡剛才放了一點鹽 輕輕放一點鹹味 接著就可以放一些雞蛋 是不是一隻左右? 不需要, 今天這個 大概兩湯匙已經足夠了 這個份量可以做到多少? 這個做到多少? 這裡做到六至八塊 對, 今天我們要一個中型的煎鍋 當然不少牛奶 這裡是主要材料 牛奶是淡奶還是怎樣? 真的牛奶 真的牛奶才牛奶? 對, 未必一定鮮的 你合裝那些高溫處理都可以 我們去做這個可麗餅 其實沒什麼 對, 最主要是把所有材料混合 但是也有一點步驟要留意 就是你看到我現在的牛奶 我不是拿太多 是 我只是做到一個很稠的糊狀 當然, 如果你以這個形態煎 你會煎得不到 是 但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就是要把它大力攪拌 攪拌到它開始了一點起筋 不然你完全沒有跟到 只是純粹把所有材料混合 就直接拿去煎 麵粉跟得出不到的時候 待會我把它翻開的時候 一拿它就爛了 或是怕中間穿洞 對, 沒錯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步驟 也是我們做一個 真的好吃的可麗餅的小小秘訣 好嗎? 攪拌到現在開始起筋的時候 然後可以慢慢把牛奶一路加進去 其實牛奶很容易有營養 對, 我一路加牛奶, 再稀 要稀一點 對, 稀一點, 好嗎? 好, 最後在這裡加一點牛油 對, 稀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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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概一湯匙左右 好, 這裡攪拌完後 最好是讓它休息一會兒 對, 因為如果現在立刻拿去煎 它就會比較有筋, 比較緊 它沒那麼容易, 可以躺開 我說煎不到, 但可以休息一會兒 就好一點 不用太久, 其實10分鐘, 15分鐘都可以 先放鬆一點 沒錯 好, 這裡放鬆的時候 可以先煮白汁, 好嗎? 這裡首先我們用一些牛油 用來先做一個麵拌 令到待會加牛奶的時候 令它變得稀 稍微把它融一融 你看到牛油開始融 我們可以把麵粉也加進去 也是剛才中間飯 也是中間飯, 沒錯 其實最好是一份牛油 一份麵粉 先做這個所謂的麵拌 這裡立刻把它攪拌均勻 接著就可以把牛奶加進去 好, 用花 牛奶記得要冷的, 為了室溫 立刻加進去, 關上慢火 好, 讓它跟麵拌, 剛才一直攪拌 讓麵拌溶到完全融入牛奶 好嗎? 現在真的融光了 對, 沒錯 你可以看到現在完全… 它已經是一個… 融光了 你不會看到一塊塊的… 對, 不會再有一塊塊的麵粉粒 然後可以一邊加熱 一邊慢慢煮, 直至變稠為止 如果你想吃一點, 也可以加一點雞上湯 好嗎? 這裡也加進去 繼續攪拌 對, 因為麵粉會沉澱在底下 如果你不繼續攪拌 它會沉在底下 它很快會沉澱 現在很快會焦掉 現在很清爽了 沒錯 我還生前, 我先加了忌廉 對, 這是忌廉 因為忌廉的脂肪含量比較高 容易分解 尤其是遇到高溫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呢? 通常我煮這個白汁 我喜歡煮好的白汁 我才加忌廉 輕輕地再慢火, 燙一燙 還有在這裡拌勻 再煮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好, 這裡煮至差不多煮熟 就可以關火了 這就是我們的麥汁 好嗎? 現在是否可以準備炒菇了? 沒錯 我們白汁做好了 可以炒菇再加進去 令白汁更好吃 對, 剛才切好的白菇 我現在的鑊什麼都沒有 不用先加油 不需要 我純粹先把蘑菇放進去 為什麼呢? 我已經說了 其實蘑菇的白菇的水分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做出來的白汁香 你一定要把水分完全揮發 然後把蘑菇放進去 你聽到可以一直煮沙拉 就是水分, 沒錯 沒錯 還有味道 對, 這麼厲害 這位置永遠都是第一手 最香的味道吸收 是否看到它開始有點縮 就知道可以了 沒錯 首先我們把油放進去 讓油的目的 是令它炒香一點 這裡繞一繞 然後就可以加乾蔥蓉 對, 這些也會令它更香 好, 接著也可以加上這個 頭肝粉 頭肝粉 對, 加上這個 加上香氣就會更濃郁 立刻聞 好 可以讓它一起炒乾一點 對 好, 接著可以蘸一點白蘭地 這麼加濃 對 很濃 對, 會有火鐵 沒錯, 現在很棒 好, 這時候可以把它 加上白蘭 對, 我們剛才煮好的白蘭 好 真是這個白蘭 厲害 我看你是關火 關火就可以了 對, 沒錯 當然這時候也要加點調味 我們也要加一點糖 好, 因為凡是奶類 你也看到我 我多數都喜歡加一點糖 加一點鹽 看你自己喜歡 加一點胡椒粉 調味 這個就是我們的紅肝菌白汁 我們做好之後 準備做薄餅可麗餅 好 這裡我稍微先預熱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些 廚房抹手指 我們有些牛油用益 就這樣塗進去 為什麼要塗, 不可以倒進去 對 因為你倒的話就不均勻 但是現在我這樣塗的時候 你是不是整個底部都必然 完全塗滿了牛油 所以就會均勻很多 而且變成油也不需要太多 不要太多 因為只需要一層薄薄的油 令到可麗餅煎的時候 不要黏底已經足夠 好嗎? 好 好, 然後可以看看 這個漿的稀潔度是否正確 你怎麼知道 你可以先試一塊 通常第一塊都是鮮品 是, 想細快一點就好一點 沒錯, 拿去 如果可以輕易放開 你就可以了 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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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出來 對 如果你覺得倒了很久 很難把它放開 這時候可以再加 剛才我們還有一些牛奶做的 可以再逐少… 開稀 對, 開稀 令你很容易把它放開為止 這是為之的標準 這裡已經很快成形了 對, 因為它真的很薄 所以基本上你不需要很久 它已經開始… 你看到它已經不固了 對 對, 而且你看到這個邊 已經開始走出來 是 就告訴你, 其實那邊已經熟了 這時候你可以用叉子 用刀子輕輕輕拿起來熟 這個也要有些技巧 對, 沒錯 好, 這裡… 其實那邊也很快 因為基本上 到你可以反得的時候 海裡餅已經熟了 所以另外一邊輕輕烘一烘 好 這樣就可以拿出來 對 這裡我們可以找一隻 其實你任何鍋盤油德 或者雅碟 可以進到鍋爐就可以了 是 這裡我會先拿一些排汁 鋪在碟底上 好 因為我想要一個很豐富… 很豐富的感覺 好, 多一點… 會喜歡 沒錯 所以不只是純粹在表面 淋上這個白汁 在底部也會放一點 好, 放一點 讓表面 一會兒吃到 很豐富 沒錯 好, 然後就可以包裹這個餡料 這是我們的芝士 你喜歡放得多豐富都可以 好, 這裡多放一點 好 然後加上太陽番茄乾 好, 然後可以這樣敷過來 再蓋上去 可以再一個三個形 這個就簡單, 沒什麼技巧 對, 沒錯, 很簡單 好, 好 接著就可以… 再加一些白汁 當然 加一些白汁 可以 這個我喜歡 不要完全遮蓋 為什麼呢? 一來我想看到一些可麗餅 第二, 因為我喜歡的邊 焗到焗焗焗的 是很好吃的 是 很香脆 就是那個感覺 最後… 最後真的 喜歡芝士的朋友 喜歡 再加一點 好 對, 加芝士 好 然後拿去焗 攝攝200度 焗它其實很快 大概10分鐘左右 你看到金黃就完成了 好… 好, 這是熱騰騰騰的 和大家示範的 耳式火腿芝士可麗餅 我們每次都拍了 好, 賊行 多了 好, 賊助 好, 賊助 那好, 賊助 對, 賊助 好, 賊助 我們… 我們一起過